大家好我是华星喵哥 今天呢是5月30号 我身处的地方呢 是全国最大的二组手机批发市场 为大家讲述了真实的奥行情 首先呢是13Pro Max 514G的大类存这个机器 这个机器呢 默论仅是单卡啊 但是外温成的都是比较好的 电池100 重点呢就是几时来是百来自的 这种机器呢都是全域 没有改过电池的 这种机器拿回了是6150块钱 因为它整理成色也是非常好 如果说是256G同层色呢 可能说在585850这个样子 514G呢 对比256的价格呢 是贵了300块钱 其实往常的话5142比256应该贵不了多少 但是现在这个13Pro Max啊 真的是很受大家乐 青睐的一个机型 对吧 大家都喜欢买个大类存用的9 这个呢是12Pro128G的 这个呢机器呢 是2022点10月份在出厂的一台光环机 充电了只有12次 电池100 这种机器拿货呢 可能相当来是比较贵 128G内存呢 都会感受256G内存的价格了 这个要3450拿货啊 256层是一般的 可能说也就也这个价 但是256层这 因为这跟那相当的 估计也得要个3738左右拿货了 当然你所谓说机器呢 可能是根据程式来对吧 目前因为汇率的一些调整 我们目前市场上的所有的那些机器啊 价格基本上都是比较高的 涨了一点 这个呢是13Pro Max 1TB的每一版有所的卡贴机 卡贴机 当然它说它的各方面呢 可能说信号耗电会差一点 但是呢 用起来就比较说 相对来说比较实惠 对吧 然后正常使用的还是比较OK的 这个是1TB的超级的内存 电池呢也有个98 在机器拿货了 只要4950块钱 如果说大家买这种无所的 可能是六七 要接近6500左右了 还是再来有个差距 有个人的差距是吧 当然这种机器比较适合于考虑极章性价比的 如果说兄弟们之前对于卡列 其实没有怎么了解 那你要先去了解的 再去入手 对吧 这个呢是1218 18G的 再机器呢是外观橙色99星 电池效率呢是98%的 又是白色 白色又是比较稀有的 然后大家一般买机器呢 又喜欢买白色 所以这种机器呢 一般来说贵很多 这个2800拿货 其实成平常的一个量级 然后电池90左右的 只要个2700拿货了 但是这种机器 因为是比较好的品质 所以说会比较贵一点 像很多机器啊 大家啊 但凡就想 对吧 你着重很多人去 需要什么样的 或者说很多人去 盯着那个东西的 那个东西的肯定价格就贵一点 对吧 花一样的钱 是不是 这个呢是1418G的卡天机 左边这个是蓝色呢 是全新位积活的 然后外观就是完美的 这个机器拿货了3400 该要双卡 然后右边这台呢 红色可以属于一个二手 然后重点有个摆来次 边框呢 是有点轻微的磨损 在机器又尤其是红色 它会属于一个比较特价嘛 然后改号双卡 然后混乱是3050 价格足足差了350块钱 大家 觉得这种手机会怎么选的 其实整体来说 不管怎么样 在外版机器呢 它都是没有包装的啊 有所卡贴机 今年还卖的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不错 QB模式的这种 红红出世呢 也是解决了很多的信号问题 这个呢 是三星S21港行的 区别其实那不是很大 然后这个是8.128G的 整体神圣案还可以 在市场上拿货了这1500块钱 大家如果说想了解 其他机器真实的奥行器呢 都可以在评论下留言 你们的问题呢 奥哥都会一一详细的回复 感谢了大家的支持